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五分之一都属于同一集团吗 1938年 三星创立之初大概没人能想到 他会成为一个庞然巨物 并把持着整个国家的走向 而原本作为李氏家族的老妖 本来是毫无机会接触到这一切的 那他到底是如何从默默无闻的刘放子 一路逆袭成为韩国只手遮天的三星化石人呢 这还要从他的父亲李秉哲开始说起 1910年 李秉哲出生于韩国 姓尚南道 宜宁部的一个富商家庭 他从小就展现了不俗的商业天赋 在父亲的资助下 他自己开了一间粮食加工厂 还赚了不少钱 但没过多久 由于战争的原因 李秉哲的资产被冻结在了银行里 工厂也因此倒闭 此后 李秉哲虽然再接再厉 创办了三星商业 但同样没有起色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李健熙出生了 因为忙着搞事业 李秉哲只好将年幼的李健熙 送到姥姥家抚养 之后 干脆又把他送到日本去念书 所以在多年以后 李健熙向媒体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 连1%的亲情都没有体验过 不过李秉哲虽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但他确实给李健熙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 1951年 李秉哲创立三星产物 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把原本的三亿资产扩大到了60亿 之后 在韩国总统朴正熙的扶持下 李秉哲把三星越做越大 他本人还被推举为全国经纪人联合会的首任会长 做上了韩国财阀的头把交椅 但在这一派繁荣背后 豪门背后的权力之争也正式拉开帷幕 而在这个家族里发生的各种狗血故事 诸如首富嫖娼 千金殉情 父子相残 兄弟席墙 公报私仇 你在韩剧里能看到的狗血阴谋权术 他应有尽有 不亚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韩国企业一向秉持着世袭制的传统 而李健熙作为家中的老妖 按理说是压根轮不到他来接手三星的 但无奈 他的两个哥哥实在是太能做了 原本李秉哲已经打算 传位给长子李孟希 没想到李孟希因为不满父亲 平时骂自己资质平庸 竟然和次子李昌熙联手 扭头就把李秉哲给举报了 还让李秉哲锅当入狱 三星也因此元气大伤 但李秉哲毕竟根基还在 出狱后把长子流放到了美国 次子也逃到了中国 李健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 成为了三星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1987年 随着李秉哲去世 三星正式进入李健熙时代 李健熙刚接手的三星 由于经历了动荡 因此业绩并不算好 年销售额只有88亿美元 但到了2013年 三星的年销售额就膨胀到了1780亿美元 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飞跃 正是因为李健熙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接手三星后 李健熙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进军半导体领域 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日本 在半导体上有所建树 三星这样贸然进入战场 风险不可谓不大 但李健熙却非常有魄力地 投入了自己50%的个人资产 收购了韩国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1992年 三星靠着自主研发的64兆的DRAM 不仅迎头赶上了日本与美国 太一月成为了全世界半导体存储器的李军人 之后的数年里 靠着半导体领域上取得的优势 三星越做越大 把触手伸到了人们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如今 三星集团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可谓是21世纪经济领域的一大奇迹 而这场奇迹的背后 靠的就是李健熙那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 所以说 并非是三星成就了李健熙 而是李健熙成就了三星 如果从名利的角度上来看 李健熙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谁能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花了仅仅17年的时间 就把三星从一家三流企业 变成了韩国国民的骄傲 2004年 三星电子成为韩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净利润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 当时全球净利润100亿美元的企业仅有9家 日本企业曾是韩国公司追逐的目标 也是在那一年 日本的爱华 索尼 东芝等十大电子企业的净利润总和 都不及三星电子 这个十年前 还仅仅是靠着生产廉价麦克风 维持生计的三星电子 此时此刻已经完成了奇迹般的飞跃 李健熙也在一夜之间 成为了韩国了不起的企业英雄和民族英雄 不仅如此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 经济危机的乌云持续多年 使普通韩国人战战兢兢 而三星不仅没有像其他财阀集团那样倒下 反而加快发展 一举超越了众多日本大企业 其英勇善战的形象 使得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普通韩国人 获得了强烈自尊感 成为催生民族自豪感的源泉 但李健熙将三星带上巅峰后 争议也如潮水般涌来 金钱的顶点 必定会催生权力的巅峰 手握国家五分之一经济命脉的李健熙 就是三星集团不折不扣的皇帝 李健熙家族的神秘威严 不仅表现为大门前气愤森严 一般人不得靠近 还表现为韩国人称的保安强迫症 李健熙在三星的工作 也完全就是帝王标准 无论去哪里 一天24小时 都会有一百多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 如影随形 分成三班轮流陪同 如果李健熙去国外出差 秘书组的人就要提前15天去当地 为其准备私人办公室和住所 特别是要把住所装饰得和他家里一模一样 这个一模一样是相当苛刻的 小到碗筷 大到电器家具 随行秘书组都要布置得和李健熙家里完全一样 所以每次出差 随行人员都要带一大堆行李 在三星 如果业务失败还可以被原谅 但如果没有安排好李会长的出差生活 那就不用干了 尽管三星人个个都需要时刻绷紧神经 但匪夷所思的是 几乎没有人愿意反抗 这要归功于三星独特 而有效率的教育体系 新员工入职三星 只需一个月的培训 就能变成忠实的三星人 忠实到什么程度 曾有SK集团的职员 这样评论在三星上班的朋友们 即使在私下 他们也不会说三星集团坏话 结果朋友间的聚会 常常因为有三星人参加而变得无趣 2016年 韩国媒体报道称 收到了匿名爆料人提供的 李健熙嫖娼视频 爆料者称 李健熙在2011年 曾多次在家中召集 还曝光了一段视频 一圈四五个20岁左右的女孩 复制在十年69岁的李健熙左右 在联系曝光出的 韩国娱乐圈与财阀之间的 各种性交易 性贿赂事件 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远远的冰山一角 作为韩国的商业帝王 经济总统 李健熙先后遭遇两次判刑 又两次被赦免 甚至在2009年12月31日 李健熙还获得了 韩国总统李明博的特赦 语音是 以助力韩国申办 2018年冬季奥运会 次年李健熙以董事长身份 重回三星 或许是童年时留下的阴影 让他在人情事故上 显得格外冷漠 甚至还被死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 李健熙膝下有四个儿女 唯一的儿子李在荣 大女儿李富珍 二女儿李舒贤 小女儿李隐欣 已于2005年去世 因为李在荣是长子 也是李健熙唯一的儿子 所以是三星当仁不让的太子爷 但李健熙为了防止 当年夺迪事件重演 他把三星旗下的产业 平分给了几个孩子 长子李在荣管电子和金融 当然 这也是三星的核心产业 长女李富珍管酒店和化工 三女儿李舒贤管服装和广告 但在李健熙的一众子女中 能力最强的 当属颜值高 能力强的大公主李富珍 李富珍也是这几个子女中 形式作风最像李健熙的孩子 作为女儿 在三星这样的家族中 自然没有儿子获得重视 李健熙当初给她的 也只是作为家族的 边缘产业的新罗酒店 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李富珍接手新罗酒店后不久 就硬生生地将酒店的销售额 提升了六倍以上 生生挤进了 三星最创收益的核心产业之一 而她管理的三星爱宝乐园 也从原本一个简单的游乐园 升级为一个涵盖建筑 食品 旅游等多个行业的集团企业 她也由此成为 三星旗下产业中 唯一的女总裁 当然 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堪称女娲亲手孽的孩子 却单单栽在了爱情上 在阶层差异如此之大的韩国 上演了一出 公主爱上穷小子的童话故事 李富珍下嫁给了小保安 人又栽 可这位极品凤凰男 不上镜倒也罢了 他还酗酒 家暴 出轨 渣男的要素 他基本全占了 甚至在离婚时 竟敢向法庭申请 分割财产约1.2兆亿韩币 约等于69亿人民币 结局自然是不可能如他所愿的 对于长公主这段失败的婚姻 坊间还有另一种解读 倘若长公主与高门财阀联姻 她便无法分得三星一杯羹 作为爱情 也不过是她全眸的一环而已 当然 这些也只是坊间毫无根据的猜测罢了 相比于勇猛无敌的大姐 小女儿李隐欣就让人唏嘘不已 她有着不输长姐的美貌 也有着不输哥哥的宠爱 却偏偏来了红颜薄命的剧本 20岁的时候 就拥有了1.98亿美元的三星股票 是韩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曾开设个人网站深受韩国国民欢迎 被称为韩国第一小姐 大学毕业后 李隐欣赴纽约大学艺术管理系深造 2005年 李隐欣在曼哈顿公寓用电信字一身亡 还留下遗书 去世时年仅26岁 她的死至于三星是一个丑闻 三星对外称 她是在纽约出车祸而亡 但美国媒体称她的死 是因为她和长姐一样 爱上了一位赛车手 因为李建希的强烈反对 才抑郁自杀 但民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她是被三个哥哥姐姐 联手胁迫 故杀手追击 压力太大而自已 各种版本众说纷纭 她的死因也成了谜 但大家族的重力与薄情 即使骨肉血清也不例外 李建希虽然投爱小女儿 但却会参加她的葬礼 而哥哥对她的死 更在乎的是因她的死 三星的骨架跌了 相信狗血如韩剧都不敢这么写 李建希一手打造的韩国顶级财阀 放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过如此 看似光鲜亮丽的家族时 字字句句都写满了血腥与权谋 生在豪门到底是一种祝福 还是一种诅咒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